烏羅斯入侵烏克蘭 戰爭已經持續將近四個月 也讓臺海情勢連帶受到全球關注 畢竟中國始終不放棄武力犯臺 立法院長尤錫坤引用孫子兵法 表示臺灣的國防不能鬆懈 不許認為國軍應該加強建軍備戰 也向國際喊話 尤其昆十二號透過臉書的線上專題演講 分析烏俄戰爭對臺灣的啟示 以一八九五年的武裝抗日為例 說臺灣要像烏克蘭一樣抵抗侵略 必須先建立臺灣精神 另一頭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政務次長 聶劉賢納十二號一早抵達桃園機場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親自迎接 這也是去年十一月 我國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後 當地政府首位訪問臺灣的次長及官員 希望能加強雙方的經濟合作 促進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 我是吳一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沃拉 小鈴鐺 小鈴鐺 感谢观看